说一个高兴的消息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发布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全名叫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这报告里面说 中国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 连续第二年占据世界No.1 美国排第二 第三是德国 第四是印度 第五是大韩民国 韩国人很高兴 我前两天刚去了一趟韩国 韩国人这种自豪感 真是有点太嘚瑟 他非得说自己大韩民国 韩国就韩国 韩国孙明大 他非得告诉你 欢迎你们来到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 我们这里面有最好的五花肉 黑猪肉是世界最好的 我们这里有最好的泡菜 泡菜不是鲜菜 泡菜是韩国的菜 哇点 很好很好 你这些韩国人泡菜都这么久 那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当中 排名世界第一 而且连续第二年都是世界第一 为什么不能高兴一下 我现在有个风气不好 在网上你不能说中国好 你说个很具体的事 中国好 马上就一把人上来骂你 说你民族主义 说你极端 说你爱国贼 我的意思很简单 对这些专门泼污泥浊水的人 可以不理睬 你看看全球前十大科技集群 日本东京横滨城市集群 为榜首 中国则拥有四溪 深圳香港广东 就是我前段时间老跑的越港澳大湾区 这排名第二 北京地区就是黄渤海经济圈排名第三 上海苏州这排第五 南京排第九 科技创新集群是全球创新指数的指标之一 主要是根据专利合作条约 已经公开的专利申请人中发明人所在地 还有发表科技论文的作者所在地 统计排名 然后来确定的全球活跃的科技活动 集聚地区是哪儿 去年的全球的创新指数当中 中国人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 首次跃居世界第一 这一次未免成功 在网上的朋友圈里边 有的朋友圈里边总有人一言怪气 那简直是没智了 你说中国好 你甚至客观陈述一下中国什么事 排名 明星这个排名第一 有人不高兴 那世界是产权局发布的最新报告 我估计又会让一些 听到中国有好事就难过 天天唱帅中国的朋友 估计让他们心里难过 难过就难过那有什么办法 这个全球第一的很提气的 新制生产力 发展有底气啊 你看看这张图 这是人民日报的一张图 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产业领域当中 拥有19万项有效专利 占全球三分之二 就两国 一个叫中国 一个叫外国 中国占了三分之二啊 有效专利啊 中国制造机器人的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 470台 10年增长19倍 世界知识产权局发表了报告 我们跟各位这么讲 有人不信 有人你看你做机器人 人美国的人形机器人多么厉害 美国波士顿是 搞了多少年人形机器人 天天就玩那个东西 今天说这人会翻跟头了 明天活着人一脚踹翻了 他打滚又起来了 今天说他能爬坡 后天说他能跳海 是 那个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是不错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机器人局限于人形机器人 机器人多了 我去过两次浙江嘉兴 就南湖航船那个地方 浙江嘉兴有一个世界上最牛的 做床垫的企业 车间里边黑灯 全机器人做床垫 智能床垫 全世界No.1 中国机器人更多的用在工业上 矿业上 而不是都做成人形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也不错了 还有狗形机器人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形成战斗力的这种机器狗 任何地形的机器狗 冒着枪林弹雨前进啊 然后能瞄准能射击能爆炸 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踹一脚 说前进就前进 说卧倒就卧倒 这机器狗战斗力很强 中国人形机器人也不错了 有两条腿 有四条腿的 价格7万到12万 8万到11万 如果说世界知识产权相关部门 那个报告里面更多的讲的是 有效专利 中国占多少 如果从市场规模和应用领域来说 中国更不得了了 中国已经连续11年 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这三年 新装机量占全球一半以上 家庭服务 医疗康养 特种机器人 空海探索 应急救援 多了 机器人技术在各个行业当中 应用广泛 推动产业升级 社会进步 刚才不是说地区吗 中国机器人当然集中在 经经济 长三角 珠三角 因为这些地方北京深圳上海 实力强啊 其实我去了好几趟的东莞 杭州天津 苏州 佛山 机器人产业 发展壮大 老外看了 如果你不自作称奇 那你也只有接受 简单说那些唱车中国 看不到中国发展成就的朋友 你躲着也不是办法啊 如果你周围突然间出现大批机器人 躲是躲不过的 在事实面前 该承认就得承认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 民司马南 再见